12月26日早上9点 NBA的圣诞大战中 胡人队坐镇主场迎来了篮网队的挑战 这也是胡人队球馆更名以来的第一场比赛 篮网方面 杜兰特和阿尔德里奇因为健康安全协议 并没有能够出战今年的圣诞大战 所以哈登一个人带队迎战胡人 胡人队方面 农眉继续殷伤缺阵 阿里扎和布拉德利则是因为健康安全协议 并没有能够出战 两队此次残阵对决 最终篮网队凭借着哈登以及米尔斯的出色发挥 最后有惊无险地击败了胡人队 詹姆斯本场比赛持续着神勇发挥 得到了39分9篮板7助攻 差点帮助球队在第四节完成20分的逆转 通过本场比赛 詹姆斯在圣诞大战当中 得分上场次数投篮命中数 三分球命中数获胜次数 军排在第一 但是其他队友并没有能够及时地站出来帮助詹姆斯 胡人队在经历了本场比赛的失利后 也是遭遇了五连败 球队的前途一片渺茫 而在本场比赛中 这三人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糟糕 首先来说 胡人队的二当加拉赛尔 威斯布鲁克 他是胡人输球的罪魁祸首 本场比赛他的发挥完全失准 20次投篮仅仅命中4球 虽然得到了13分12篮板11助攻的表现 并且在第二节有着很多的精彩助攻 但是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 威少本场比赛的终结手感非常糟糕 好几次是在毕竟的上篮都没有打进 此外在比赛的最后关键时刻 威少也是想以扣篮来提升士气 但是奈何起跳高度实在是不够 被篮筐给冒了 这也就是威少全场比赛的缩影 有心无力 威少的职业态度没得说 赛季至今仍然保持着全情的表现 但是不得不说威少真的老了 他的终结以及投篮能力也已经大不如前 改变打法或许是他唯一的出路 除了威少外 胡人队的另一位首发球员爱玲顿的表现 也是非常糟糕 堪称是卧底球员 全场比赛他四次投篮仅仅有一次命中 正负值是全队第二滴的负二十 爱玲顿是一名非常依赖三分手感的球员 但是在最近六场比赛他状态全无 三分球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如果说爱玲顿在场上并不能为球队命中三分球 那么他的作用完全就是副作用 在防守端根本防不住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爱玲顿只是一名NBA边缘水平的球员 但是作为目前胡人阵中为数不多能够提供三分火力的球员 他还需要做的更多 最后一个就是胡人队新签下的后卫达伦科里森 他在本场比赛出战十二分钟 三投全无并没有得分 仅仅得到一次助攻 堪称是卧底球员 在比赛的第二节 科里森更是被哈登耍得团团转 连续被哈登造了两个犯规 并且都是加罚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伤了球队的士气 而他作为一个老牌后卫 也并没有展现出很强的进攻组织能力 投射威胁相比当年也是大大减少 与他相反 另一位新元斯坦利约翰逊本场比赛发挥的还算可以 得到了7分 在防守端也是给予了球队一定的支持 相比于科里森 约翰逊还是有更大可能性留在球队 毕竟胡人队的风险实在是太薄弱了 在输给篮网队之后 胡人队也是更深的陷入了泥潭当中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赛季中期没有大的交易 那么争惯 真的只是空谈 好的 就好 好吧